你 不 speeches 怎么那么刺激 我有传到什么肚子的来了呀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人硬抄 flashy呀 包包你别跑 属下保护你 怎么是你啊 追 它带给我力量 Here we go again 我不想再挣脱 Here we go again 没有谁的错 我相信没有什么 能阵身我 就让它风雨慢慢渡过 没有什么 哪有如何 我还是最真的我 我相信没有什么 能阵身我 就让它风雨慢慢渡过 没有什么 哪有如何 我还是最真的我 希望要靠自己争取 才是我们重建家园的第一步 欢迎来到爱琴海餐车 这笔交易你不吃亏 完成任务之后 你就能进入你梦寐以求的龙翔拍卖行了 是啊 确实ratos 叶随 关键时刻 南昭国二皇子燕修 及时出现救下燕妃 只见燕修身法伶俐 一箭刺出 险些刺中刺客 刺客一个闪身 闪到了燕修背后 燕修没有回头 反手刺出漂亮的一箭 刺客连退数步 随即联手同伴 一同刺向燕修 燕修见招拆招 燕妃看着燕修沉着的背影 松了一口气 眼神中充满着信任 和依赖 还有两天 春夜之期就到了 等等 这是什么 危机解除 燕修护送王妃上车回府 她的眼神当中 透露着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情愫 情愫 浅浅 少主这个角色 有感情现吗 万万没来吗 你脚受伤了 没有没有 能走路 疼不疼 不用了 少主 前方入城就有遗馆了 见过王妃 小米 门延桥 关上 她这次叫门延桥啊 看着跟小米 区别好大啊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故事 只是你带入了人脸 看到的都一样罢了 你 不是说好等我回来的吗 不是 我没有碰到那头 你没碰过那头 但是 她刚刚叫我啥 王妃 任务者请熟悉身份 那王爷真帅逆袭任务 任务者 穆小如 逆袭人物 年若兰 年龄二十四 身份 松国仓王正非 父亲 年将军 丈夫 仓王 性格特点 正统 耿直 技能 五 任务目标 请先阅读角色升级提示 我是年氏 出身将门世家 身为王爷正非 经常劝诫王爷的衣食住行 王爷啊 喝酒伤身 王爷大多时候 根本不听劝 放肆 因为我的脾气 王爷对我逐渐冷落 府里其他夫人 也都对我敬而远之 就连向来宠爱我的太妃 也对我十分失望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心为王府王爷 却落得如此下场 一天 我随王府车队礼佛归来 陆于刺客 不幸王死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坎坷 为什么 这个王妃执念好深啊 对她来说 这个王府就是她的一切 她的不甘心 也在情理之中 你准备好了吗 任务呢 怎么没有出任务 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出来 你也有任务吗 你也有任务吗 这次的小说 有双故事线 难度比以往的大 那么你的身份是 南昭国二皇子燕修 此次是来嵩国给姑母喝寿 被卷入乱斗 与此身亡 所以 我应该怎么办 静观其变 是 竹子 竹子 没事吧 若兰 没伤着你吧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一个王爷去接自己的表弟 遇险之时 不想着救自己的表弟和正妃 倒是把侧妃给带回来了 太夫人 您误会王爷了 那不是要 其实王爷早已安排属下 去保护王妃了 母亲 要不是影儿饥驰 受伤的可能就是儿子了 影儿又是谁啊 久闻蓝侧妃 是王爷的贤内助 今日又护主有功 实属难得 燕修给姑母请安 燕修侄儿 你没受伤吧 燕修没事 倒是王妃 受了一点轻伤 轻伤 伤哪儿了 我没 我 被刺客追的时候 脚扭伤了 来人 快叫大夫 姐姐受伤了 快去叫大夫 再催一催 王妃 王妃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瑶瑶 苏苏 小冉 你们怎么在这儿 王妃 您说谁呢 主子 这是杨夫人 云夫人和安夫人 你怎么忘了 快 伺候王妃回方歇歇 然后让大夫好好看看 是 来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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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主子 主子 小心 慌 这就是王妃过的生活啊 慌 这才是 是 王妃的日子 过得也太爽了吧 您试试 谢谢啊 那个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刚刚摔坏了脑子 记性了 主子 你连婉婉都不记得了吗 婉婉 当然记得了 就是 我房间这 化妆品 胭脂水粉 对对对 胭脂水粉 怎么就这两块啊 房间衣服倒是挺多的 主子 不是您特地吩咐我们说 正非不该和侧妃一样 以色施主的吗 您这头伤得也太厉害了 我赶紧去找大夫 不能再等了 不能以色施主 将门之后 倒是挺独立女性的 这回多亏了燕绣之儿相助 要不然 若兰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怎么跟年将军交代 本宫寿宴将至 王妃又遇袭寿京 这寿宴一事 母亲 前阵子年事身体抱恙 多亏颖儿当家 事无巨细 一概无可挑剔 所以儿子才把筹办寿宴之事 交给颖儿去做 妾身定将寿宴操办妥当 绝不给太妃丢脸 还请太妃 不要责怪王爷 我几时责怪王爷了 不得了 倒是你 抢着做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王府怠慢你了不成 你喜欢她我不管 但倘若有人把这宅子 弄得乌烟瘴气 我可得好好管管 太妃说的事 妾身知错了 这寿宴一事 就得由正事来操办 若是传了出去 堂堂王府冷落正妻 独宠小妾 我可丢不起这颜面 母亲啊 那年事性子直爽 那张嘴得理不饶人 要是让她筹办寿宴之事 那官宦来宾表演班子 都得得罪一遍 那儿子以后 还怎么治理此地啊 本宫也知道 若兰确实是耿直了一些 但是 但是盛在单纯 这个若兰吧 罢了 这寿宴还是不办了吧 太妃的寿宴不能不办 太妃的寿宴一定要办 好 那王爷真帅任务 年若兰任务生成 成功操办寿宴 保住正妃地位 请确认 母亲 若兰从前不懂事 没有担好正妃的责任 母亲当家时 将整个王府管理得 井井有条 家里所有人都敬佩你 如果您愿意教我的话 我会好好学的 孩子 你开窍了 只要你肯学 母亲愿意好好教你 对 你这耳环真好看 新买的 确实 下次给我也带一个 行 叶秀 赶紧想个由头主板王离开这 那年飞又要来烦我了 来 二皇子 刚才太妃说 你们南兆国极善歌舞 还望你能协助 助我一臂之力 出谋划策 侄儿愿尽绵薄之力 那我回去了 去吧 颜秀 今早刺客之时 你怎么看 这群刺客 都是藏毒的死士 我这侍卫 乃南兆数一数二的高手 都来不及阻止刺客吞毒 看来幕后之人 来头不小 听说 有一个刺客受伤逃脱掉了 目前王府 也派出侍卫在搜山 那王爷真帅 燕修任务生成 燕修逆袭任务 找出凶手 保护南兆 请确认 定当全力协助 找出刺客 燕修 筹备寿宴之事 要辛苦你了 那年事性子之 还有劳你多担待 最好不要让他有机会 来找我 定当不负王爷所托 你 你 这个地方咱们也经营这么几年了 就这么搬走了 你心里会不会难受啊 有了川云爵 这次真的要回去了 不就是一个破案的故事吗 少主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啊 不是 这不是一本破案故事吗 这画风 怎么开始往田重走了 在王府的宴会中 礼仪和着装尤其重要 群长的材质和颜色 能够体现我们的身份和权位 不 啊 找 benefit 这个 好吧嘛姑娘 再看看这吧 姑娘 你随便看啊 好看到吗 主子 专公府里送胭脂水粉的 是城中最大的胭脂铺小龙阁 就在那边 您就别在这儿买了吧 怎么那么多东西啊 都是燕公子给您买的 我先去放起来 怎么有一种磅大款的感觉 那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 感觉好极了 我带你出来散散心 你不会 不会真把这当作理由了吧 难得当一回王妃 让我好好玩一会儿嘛 而且 我这不是为了收眼节目 找灵感吗 视察民情 放心 任务会好好完成的 反正你又不赶时间 难不成你还真赶时间啊 所以说书里的时间跟现实世界不同 但要是耽误太久的话 还是会给现实世界造成麻烦的 你在担心这边 这几天学校放假 我都安排好了 我赶时间 我赶时间 为什么赶时间 你又不说 每次都这样 什么都不告诉你 反正 这次我不管啊 我 要是你不说 我就按照我的节奏来了 我是不会这么快把这个故事给了结的 我先去玩了 有点眼熟 那是蓝色飞吧 他也是来买胭脂的 那个 你对府里夫人了解了多少 想要办好寿宴 你需要一些帮手 想让我跟妃子们搞好关系是吧 放心 等着吧 这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什么 蓝侧妃 按你的意思是 这半个月 你们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姐姐 操持寿宴这种事 可不是一般的小事 利弊得失都需要考量 像我这种身份 怕是有心无力啊 云夫人 杨夫人 安夫人 诚心恳请王妃 让我们办事不力之固 请王妃 让我们办事不力之固 都跪着干吗 王妃 别动不动地教训人 筹备寿宴的事你自己管着就好 干他们什么事 都起来吧 王爷 王妃 并非是我们不愿意帮王妃寿宴的忙 只是 王爷 王爷 您看玉如最近是不是销售 王爷 我最近读了几本书 王爷 那日您说 在宫中吃到玉刺的淮阳小菜 很是不错 我这几日学的写 您尝尝可好 是吗 那正好 这淮阳菜配葡萄酒 更是一绝 巧了 我备的正是葡萄酒 还请王爷到阁中小做 王爷 喝酒伤身 本方知道你能不能别 王爷 王妃早就走了 我明白了 要办好寿宴 保住正妃地位 府中夫人们的明争暗斗 家里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 其实都是不可逃避的大事 正妃不好当 不把这几个夫人拿下 这个任务就没法完成了 因此 人际关系 是炙手的关键 人际关系 是好事 但你要小心 说不定害你的人 就藏在这些妃子里面 你查到什么了 你的任务有进展啊 有些方向了 倒是你 一下子变化这么大 小心别露馅了 我变了吗 提兰的 nhà长的女孩 你都不准备了 特别的 下风 有些人 这不是我的什么 请你们 我们想要研究一下 可是その人 王爷 您在想什么呢 本王最近觉得总是有些异样 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莫不是为国事而忧心 倒不全是 该怎么说呢 那就是为太妃寿宴而心烦啊 对 就是太妃寿宴之事 还得顶着点 走 去王妃那儿 不去蓝色妃的院子了 就是去看看 那年事总是容易得罪人 真是麻烦 那说说你的任务吧 当日刺杀路线周围没有可疑人员 王府车队经过后门恢复 后门这几天正在修路 除了王府的人之外 不会有任何的外人经过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门口的车车印记 在拐角处有刹车停靠的痕迹 巷子出口的黑色泥块 应该就是干涸的血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疑点 王府的马车最多乘坐三个人 车车的深度不超过三厘米 可是这辆马车车车的深度 却超过了五厘米 所以极有可能 是王府的人用马车载着刺客逃离 你只要记住 府里确实有人想害你就行了 能调动马车的一定是个主子 所以最有嫌疑的还是这几位夫人 你的意思是就在他们几个里面 你有证据吗 我已经分析过了 我反正就是觉得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好人 他们只是脸跟你同学一样 品性是不一样的 你对他们不了解 提防着点 谁说我不了解 我已经调查过了 他们三个呢 一直都还算安分 谁会把坏人这两个字 刻在脑门上呢 你说话就说话 怎么还动手动手 我 为你安全着想 所以谁想要争宠 谁就有可能会对你出手 不对 我猜他们只是想安稳度日而已 你不能靠猜 你得确认 行 那我就来一次真心换真心 怎么换 你要把我送给你的东西 送给别人是吗 你送给我了 那就是我的了呀 干吗 吓唬我呀 我才不怕你呢 我 我 我是腾腾腾腾我 我给你买的礼物 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送人了 以后还给不给你买呀 送了你再给我买呗 而且我这也是为了任务好玩 你管我怎么用啊 不得意 Courkan 刚刚 After we такого 你不得 Ó 你啊 adjust了 你喝了 等你熟了 你也没错 好 那ø 来波子 好 所以怎么吃都 мик 是 龙 obesity 就在我这院子里畅谈吧 我 先行一步 来 婉婉 替我把礼物拿上 是 燕兄 最近真是有劳了 王爷客气了 本王有事刚想要告诉你 闻音郡主已经过了御岭关了 不出半月就会到达边城 届时本王必定备好大礼 王妃 你也帮我准备一下 大礼的事情 到时候我们一起 恭贺燕修大婚之喜 多谢王爷 那我就先恭喜燕修了 我带了 我坐 battles 我带你带我来带你跳 我妈 我就肯定好 老子 我要去沙子 那我这么说 我愿意 来 你 我 我 这是诺香斋的绿豆糕 我经常遣丫鬟排队 去买他们家的 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看上去好好吃呀 是不是姐姐 好香啊 看看我这个 就是什么呀 享荣阁的胭脂 你们看 这是当下最盛行的 刘云菲红色 我看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配你啊 姐姐 云姐姐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 我还有一个 你是什么 这本琴谱倒是难得 你看 我不会弹琴 敬王爷 南昭与大松 素来相交甚好 如今 你与闻音郡主即将大婚 两国联姻 必将亲上加亲 未来雀场 也势必会更加繁荣 两方联手之后 即使虎视眈眈的下国 也必定会忌惮几分 也必定会忌惮几分 不过说到雀场 下国最近把羊肉的价格 提高了不少 我多烦于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都拿去 喜欢都拿去啊 多谢王妃 只是我们不能受 是因为蓝侧妃吗 王妃见谅 蓝侧妃操持府中事务 妾师们并不得宠 行事需得谨慎些 他就是仗着王爷喜 他就是仗着王爷喜 你 你 但是 你是正事 与我们不通 就算让你们当正事 你们也只会每天围着王爷转 咱们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充实了呀 现在我在筹办寿宴 很多事情都忙不过来 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王妃 帮忙筹办寿宴之事实在让我们为难 王爷宠兰侧妃 您是知道的 这么多年 对我们一直是少有关心 我们对往后的日子 也没什么叛道了 只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 我们不谈国事 只喝酒 来 燕修 最近真是辛苦你了 王妃她性子直来直去 还有劳你多担待 近几日与王妃相处 虽然王妃嘴上不说 但一应安排 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不忍心看着你们这样丧气 与其郁郁寡欢平淡无畏 消磨着度日 不如学着换个新的活法 重新开始 寿宴之事 帮我也是帮你们自己啊 王爷 您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 燕修答应过您的 太妃寿宴的事情 会操本妥当 王爷请不用担心 我希望你们能学会 为自己而活 振作起来 燕修还有些事情 先行告退了 我说的这些 都是肺腑之言 你们想想 王爷切记不可空腹喝酒 伤胃 小如 你心情 好一点了吗 其实郡主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 蓝影很奇怪 蓝影 我 我刚想来找你 在路上我看到了他 还有一个黑衣人 然后 嘘的一下 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之前在街上遇到他 去买胭脂 但他没有去王府指定的小荣阁 反而去了一间叫 红香斋的铺子 这样听起来 蓝影和红香斋 都很可疑 我会让眉眼桥去查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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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问你 我们赶紧结束任务回去好不好 行 我已经知道夫人们的心意了 等我拿着主意 一定不耽误您宝贵时间 不是浪费时间的问题 那是什么 是 总之我们赶快完成任务离开吧 好 在燕修成亲之前 随便 随便 好 听你的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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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你在哪里 王妃 看到王妃了吗 没有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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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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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计划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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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年轻气盛 难免行差踏错 咱们跟随主子 在关键问题上 一定要规劝主子 明白了吗 明白 快 我的速写要进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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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